魚肉切塊放進均質機 透過取樣 秤重 再放入存者針鹼器分析 每樣檢驗品四個步驟 耗時一小時 針對日本八月二十四日 排放核廢水 台中市府嚴格把關 檢驗水產品和日本食品 這個存者針鹼器 它本身是驗點131 色134和色137 市府超前部署 早在一百一十一年 就購買存者針鹼器 檢驗量能領先全國 自主抽驗八百五十三件食品 都符合規定 提拨了它的一個二倍金五百萬 讓我們來購置這一台 這個增減器 台中市是創全國之先 用自己的一個經費來購置 市府持續加強 攤位販售魚產品的抽檢 以及實體網路販售的 日本食品查驗 更首創台中市 核食食安專區 主動公開查驗資訊 為市民把關食品安全 記者陳廣睿 台中報導